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对局经节 今天我们请到的奖金嘉宾 是我们著名的职业棋手 丁烈六段 丁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盘棋 给大家带来的是 Master对阵朴婷环的一盘棋 这盘棋是由朴婷环直黑 Master直白 结果最后是Master半目胜 应该说还是非常相近的一盘棋 但这盘棋我们 在展示的过程中 只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摆出 他的棋局中的精华 关子阶段我们可能就不能摆到了 好 我们话不多说 进入棋局 朴婷环直黑 好像星大飞的开局 在职业棋手中下的还是特别多 对 好 跟Master对战中也是挺多的 对 就挺多的 然后Master又是下了一个单关手脚 对 然后这时候会起连片 连片 Master手脚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 这时候会起分头 把起逼住 对 一起加工 拖了连斑 这是常见的定型吗 对 这是局部寻手转身的一种定式 很简明 白棋下的 白棋直接就是选择了一个火角的定式 嗯 这就是正常定式对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鞋这步冲 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值得探讨的地方 这一步吗 嗯 这个先手应该还是 我觉得保留一下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时候顶一个也是先手嘛 嗯 它这个到底是档还是顶 嗯 将来会如何去选择 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去下这些决定 包括从事后来看这部档 我觉得是导致布局落后的一个原因 哦 这步棋 这步棋 这步棋下完之后 确实 Master后来是下得非常的好 体现出了黑鞋这步棋的一个弱点 哦 是这样 应该保留会好一点 好 然后黑鞋现在是拆下面站大肠 白鞋飞到这 白鞋飞 嗯 现在黑鞋选择这个跳棋 精英大本音 对 因为黑鞋模样还是很大的 但是就是白鞋这步坚冲啊 对 白鞋坚冲在这里 那黑鞋就非常的难受了 因为黑鞋这个距离非常的窄 如果没有这步棋的话 其实还好 我们就放弃上方的实地嘛 因为我追求这个先手 我就无所谓了 现在因为它已经有了这手棋的存在 然后这地方这手棋还必须贴一个 嗯 贴一个的话 白鞋将来就算跟着跳 黑鞋的上方的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很重复 对 白鞋这步坚冲就是抓住了黑鞋这个重复的一个原因 白鞋的一个弱点 白鞋这个是一步好棋 所以说这手提现出来这个贴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了 对 可能我觉得还是保留一下 也是会更好一些吧 嗯 然后黑鞋确实也没办法贴起 但是Master它转身也是特别的灵活 走了一手又跑到这来靠了 不知道有什么变然性 也是一个适应一手 对 然后又回来了 又重新回来走这个 对 Master节奏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手 然后再走这边 对 这个扳也是好棋 扳也是好棋 因为这种棋型不能推 推的话 利 白鞋就显得有点笨重 眼味也没有 棋型也不是太好 扳一个显得有弹性一些 对 嗯 黑鞋断打 对 白鞋利 扳 扳上 这是最强硬的一个下法 所以说朴婷环它还是挺强硬的 是吧 嗯 朴婷环它的计算 基本功还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硬 对 接起扳一个是局部的死活的一个要点 扳完一跳 局部尽死 嗯 嗯 这是基本功 诶 那它局部尽死的话 它是要在外面搞什么棋 嗯 白鞋就是棋子转身嘛 黑鞋为了吃白鞋 黑鞋这个脚就是得二路爬一圈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黑鞋很实惠的 还是能够这个 把脚吃进 对 把脚吃进 主要是啊 爬的时候这个扳是成立的 这个就可以 我觉得 嗯 如果只能一直爬出去的话 可能还是显得有点太苦了 对 但是扳在这就可以度过 对 这个我觉得黑鞋吃的还是挺爽的 所以我觉得这盘棋下到这样 朴婷环应该形式是不错的 哦 就这一战役的话 黑鞋应该比白鞋要强一点是吧 呃 那我们人类能跟Master下的一个局部到这样的话 对 就这个战役 我觉得黑鞋 挺做好的 黑鞋应该是不错的 嗯 感觉 到现在黑鞋不错 对 那也就是说 黑鞋目前形式还可以 嗯 比较好 嗯 黑鞋不跳 可能是有点问题 嗯 我感觉 这这种冲断 由Master这个feel 我却也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 感觉非常凶狠啊 线不齐下的 但是第一感到看上去 黑鞋冲断也没有找出 白鞋特别好的一个反击的手段 因为从正常棋理上来说 感觉黑鞋的局部子力都在这儿嘛 黑鞋的战斗应该是比较主动的 嗯 这些冲断 不知道白鞋是准备了一个 什么样的应对的策略 但是我感觉黑鞋应该是不会怕的 就是说白鞋这里有一个弱点 但是黑鞋你走 对 黑鞋他选择时机比较奇怪 当然这也是因为快鞋啊 快鞋因为在独秒时的催促中 容易变得犹豫 对 这也是没办法 黑鞋是跳了一个 白鞋飞的时候 黑鞋再来冲断 但是那这两手鞋的交换 明显白鞋的子儿离这个战场更近 这两手鞋交换不可能便宜啊 是 是 他要冲断直接就冲断 肯定会效果更好 一定是比实战好 那或许就是独秒的原因吧 对 这个快鞋的 对快鞋确实是这样 这个快鞋可能对master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对职业棋手来说 快鞋跟慢鞋其实 影响挺大的 区别还是有不小的 然后他先没挡 他先在这冲了一下 对 然后再去挡住 那黑鞋往这也得断 黑鞋冲断 白鞋断 白鞋反断这边 这个是好鞋啊 寻找头绪 他断完了 跳一个 对 跳了一个 这是一个整形的好次序 这个子就不要了 就给你黑鞋吃 对 其实 这样黑鞋变重了 因为有这个子存在 有了这两个子的交换 白鞋现在断这个的时候 黑鞋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应该起了 有可能还是应该起了 就比如说尝一个 这样把这个子起了 但是那这两个子交换明显是亏了 给白鞋留了一个冲 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 白鞋如果直接断黑鞋 如果不想战车断长这个 我觉得黑鞋形势应该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地方可能是黑鞋的一个形势的一个拐点 白鞋这个断 但是无论如何 白鞋这个断确实下得很漂亮 好奇啊 确实 寻找头绪的一个好手 我们下棋特别喜欢跟着对方应 他不在这个局部 他到另一个局部去找 局部确实是不太好应了 因为黑鞋穿断的话 白鞋局部是不太好应 白鞋这个断弯跳确实是一个棋形 好 那我们看黑鞋打完之后 白鞋是把这个长出来 然后黑鞋只能这么走 对 这个当然紧住白鞋气 白鞋断外面 黑鞋唱 白鞋走这个 很凶狠的一手棋 对啊 这个感觉黑鞋这个已经间隔不算大了 但是因为它瞄着这个 瞄着出来 对 所以它这个觉得因为有引针嘛 它这个局部它是不会落后手的 它就全当一种先手便宜 好 现在黑鞋贴 白鞋跳 这部长有可能是有拜招的嫌疑 这部长 这部长 这期可能还是要补一手 还是要提 提了 从实战结果来看黑鞋亏了不少 就是因为这部长 对 它可能 这个我觉得还是和快鞋 有着明显的联系 这部长 它的预想图肯定是白鞋粘上 这样的话呢 由于有了这个长 它这个补齐的效率会更高 黑鞋可以走在这 可以拐着补 对 可以拐着补 那么白鞋就难受了 白鞋如果猴的话 那黑鞋再提 或者说上去可以加注 或者飞一个 这都行了 这样黑鞋效率要比自己提一个要高得多 但是问题是 这个长是明显长不到的 就白鞋不会斩 白鞋会选择反击 对吧 对 实在MASTER直接这一跑 感觉 MASTER 黑鞋尝完之后 MASTER先交换了一下 交换一下 交换了两下 再断一下 把自己走后 断了一下 然后 然后把这个长出来 这一长太致命了 我不知道 朴婷环九段 是不是这几方 还是有无伞 或许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怎样 这个黑鞋就走了一个活针子 然后是暂时下沉了这样的一个气息 这个我觉得像这样 这个损失很大 肯定是 明显是亏不少 因为本来不常见 我把这个提了的话 白鞋这地方现在明显长了十木鞋以上 而且特别厚实感觉 对啊 本来黑鞋把这个子提完之后 白鞋这两个棋子是一块姑鞋 上方这块也没有完全活干净 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厚了 虽然黑鞋争了一个先手 但这地方的厚薄和实地的出入 还是明显过大了 所以这个一串交换 下成这样感觉上白鞋取得了一个优势 其实黑鞋布局来说 是下得很好的 布局应该是黑鞋 对 把这脚吃完 我觉得黑鞋是 就从那个时候来看 是挺有机会的一个局面 但是这地方的一个战斗的处理 确实是MASTER 当然下的MASTER下的非常的漂亮 当然 朴廷环这一方还是小有失误的 我记得柯杰联校 他们现在活跃在一线的职业棋手都说过 跟MASTER下棋 必须要在前半盘积累特别大的优势 然后你才可能会保留到最后 能够有机会战胜它 那么我们朴廷环这盘棋 一开始积累了这个优势也算是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因为一步棋的不胜 一招不胜 就全都损回去了 对 特别是在快棋的比赛当中 确实想做到这个非常的精准 一个事物都没有 对人类来说还是 太难了 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好 对 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导入了 白棋有点优势的情况了 白棋有点优势了 对 这是黑棋的权力 拐的 对 然后沾上 拐一下 然后这时候黑棋拓了 这是黑棋的权力 大概得硬 再加一个 打了一个 然后被白棋逼到这个 其实现在白棋可能走上面也挺大的 白棋拆这个也挺大 白棋这个拆一 两个拆一 白棋这个拆一可能对黑棋这个威胁大一点 但是从实地和后薄来说白棋拆这个可能也是有间接的帮助一下这两颗姑奇的效果 但是无论白棋走哪个 现在因为从实地上来说白棋其实已经占有了一定的优势 因为空是白棋不错 这时候已经占到优势了 但是最后那个 朴婷环是跟Master下场了半目胜负 但是其实我们看Master他的棋啊 他 他最注重的是这个胜率的判断 而不是说我赢你多少 对对对 所以好几盘棋我们能看到在关子阶段人类是明显占便宜的 也是Master这个他是故意的 我觉得故意的有一些退让 但是他这样的话 他在他的计算当中对胜率并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看这期就输半目就非常的遗憾 对 好像是很有机会有点可惜 但其实我们从棋的进程来说 下成这样应该说大家 其实也都是有一个精确的判断 确实是白棋后面有所退让了 其实差距不止半目这么小 这盘棋其实到现在是白棋优势嘛 但是后面的关子是不是好像白棋又亏了一些 对比如说现在这棋 白棋这个拆一好像就不如上面这拆一 因为现在这个白棋拐黑棋加住之后 白棋都应该跑中间的 白棋现在选择一个打吃 被黑棋中间走了一个 把这两个子吃了 应该说黑棋就已经追回不少 好 那我们这盘棋也就摆到这里 然后丁老师大致跟我们说了 之前的时候是黑棋先有一个优势的局面 算是朴婷环下得非常好的开局 下得已经很不错了 但中间一招不慎 把这个优势损回去了 损回去之后 我们后面看到白棋还是真的是 这边捞了很多 这边也很多 这边黑棋没有什么所得 是白棋还是优势挺明显 所以Master优势下控制局面的能力太强了 虽然最后是半目胜负 也是因为Master官子损了一些 然后最后到造成了半目胜负 好 我们今天这盘棋就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来吧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